老人长久 千里共长久 咱们收起来的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红林 感谢你们 在一周一开始 星期一 大家再过两天 就要过中秋节了 同样准备收听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 我们安排就稍微 但愿人长久 其实真的比较有节庆的feel 今天 哎呦 向上来就一年年 这穿着打扮 哎呦 今年 哎呦 这真的在鸡头看起来 看起来这笑人 那人的穿插 应该跟心情有关 他最近 最近的这个肌肉 不知道有凶吗 很久很久没看到他了 哎呦 吃过 吃过 哎呦 哦 很高兴 很高兴 哎呦 哦元气 我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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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聽這種朋友 大家好 一開始讓鳳梨哭到後面 所以不知道要怎麼接下去 到現在 心又一樣 人家在立議說 突擊突擊是第一路 所以 甚至現在還在勃勃聽 應該是 起碼是異議啦 啊 算是異議 其實在日本也是有過重契對不對 是 當然啦 也是都有過重契 但是不多啦 一般他們對中秋節 是啊 議員是怎樣 你們整個台北市議會是不是議員 大家都回春啦 你們自從受了張茂蘭的刺激了 是不是 大家都要比年輕的 欸 我真的看你穿這個 欸 這很好看的 今天這個花襯衫 就是看起來資料很好 然後又覺得很好看 又整個都樣起來了 我想不是隨 手相影響啦 還是隨著潮流影響啦 不斷在地圖在照記站的過程當中 有人也跟我們說 阿智明 你不要再穿西裝 看起來很老氣 他還穿牛仔褲 穿T恤這樣 哇 你現在打扮這個造型 給人家感覺很年輕 對 而且很有親和力啦 對 所以這其實不是說 無人自從 最近一再的訴求 說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 大家都朝著這個輕鬆的打扮 是 就是說減少這個大家空調嘛 對 無人自從就習慣成自然 所以越穿越輕鬆 而且你跟我穿輕鬆 然後看起來年輕人 跟你搖滾 其實我們的嘴角就上癢 那臉的線條也不一樣 因為你真的有時候吃開了 有時候我看你站在客戶的旁邊 不像保鏢 很嚴重的 然後如果沒笑的時候 這是什麼真情 是啊 所以是 衣服穿輕鬆也有差了 衣服穿輕鬆 人就輕鬆 人如果輕鬆 還要逢烏肉 當然心情也輕鬆 所以今天讓鳳凌烏肉 無人自從 今天來上節目 我覺得心情非常意外 好 而且我們下次在路上 看到我們江志明議員 真的可以注意一下 他都不一樣了 不過我想今天是星期一 然後最近這幾天 可能議員也都是要跑團 因為我們拜六的時候 開始就有很多人在烤肉 想不到今年的中秋連假 今天沒有連假 中秋節好久沒有連假 只有那一天 只有那一天 所以說拜六 還要上班 但是拜六的時候 還不是那麼多人在烤肉 所以你如果說有什麼 中秋晚會什麼 在那這兩天 可能也都會找到 這個不是說 這個跟連假已經無關 這已經是跟個離 各社區他們已經成慣性 都會去基盤中秋的暗會 基盤中秋的暗會 各社各樣的暗會都有基盤 有的是辦純粹 吃一些簡單的便餐 還有莫菜的晚餐 阿姨我先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原來在這個時候 有時候真的拖太多人不夠 那你也要夠 因為有很多摸材的晚餐 然後譬如說你去出什麼議員 然後你知道嗎 那民眾真的會說 我倒一個名代 倒一個議員 以上是什麼類的 你們這個真的都 人沒有道理也要到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你看看你面對這麼多 這麼多社區 這麼多禮 你如果沒有照射去 你就是說這個議員 這個議員 沒有跟我們重視 算是你當場本人到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送摸材品的話 你就不能摸材了 人就知道你都沒送了 所以你也不能送兩箱水 那個是早上送遊覽車才相 你最起碼要一個 我們甘人說 禮輕人益重 但是最起碼要像樣的禮品 對不對 哎呦真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可以了解到說 這名義代表不簡單 因為中秋其實是一個合家團圓的 那有時候大家同歡 然後剛好有一個小禮物叫摸材 原來如此 好啦但是呢 我們要回歸到這個台北市政議題來了 我才很佩服我們的柯市長 柯市長 正安倍動算一直到現在動算來 他怎麼新聞不斷 然後話題不斷 這兩天 他真的是越說越是到底會故意的 還是說無心的 還是不小心撲口 現在很多人就在想說柯市長 他的話到底是我們不是故意 還是說是條工的 他最近到底是失言了沒有呢 因為就阿扁的病情來講 哇他在電視說得很順 哇他一開始 還要嫁 還沒人不用嫁 我他覺得說他有點得意忘形 他得意忘形 這得意忘形 大家非常一下 從哪裡開始 對四大運開始 是 四大運辦事的時候那種 哇那社會的氣氛 因為這次四大運 尤其 這次四大運辦得這麼好 辦得這麼成功 受到大家感動 尤其我們的選手表現都這麼好 整四大運之後 他在這種 享受在這種掌聲的光環之下 後來去接受訪問之後 還是說電台訪問也好 各種的場合在講話也好 都一直失言下去 你聽起來是失言 現在因為你比較近距離 跟柯市長有接近 你認識他 尤其你跟他講 是這兩年多來 你覺得他現在 他到底 因為有人說 他說阿扁這樣也很多人 他說要不然 是博士哥 這真的是假 我剛才說 一開始可能是失言 那麼再來就是白菜 他為了一個謊 要去說更多的謊 他圓一個謊 包括我們今天在講的 這個兩岸命運共同體 我說你當初你去雙城論壇 最大的敗筆 就是說你被 為什麼今天被這謊 你就是講 說了兩岸命運共同體 這一句話出來 兩岸一家親 可是議員 人家說我2015年 我那時候去那裡說 我也說兩岸一家親 奇怪 那時候你如果沒有跟我說 為什麼過了兩年後 現在你這樣好像有組織的 一直在爭培我 是他自己在講的 他把兩岸一家親 兩岸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 這句話的講稿 他說有送到國安會去阿 對 那國安會跟否認說 沒有啊 你自己的講稿 你要自己有送 那為什麼他會講這樣 簡單說就是 他講這樣 兩岸命運共同 兩岸一家親 兩岸命運共同體 這句話出來 台灣社會 不能接受了 好 那所以說針對說 說阿扁 那一開始 還是裝得好來 不用知道 那一開始是身心證 可能是驚 他曾有說 他說阿扁的講話不精確 你覺得說他這個 他這個的話是謊言嗎 是謊話還是說 因為齁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 就是齁 你現在去問 有很多人還是會懷疑說 柯市長會說謊嗎 柯市長不是公公開透明嗎 而且亞斯伯克這個人 是不能說白菜的 他是沒有辦法克制 心中直白話 他現在這樣想什麼 而且他又說什麼標題殺人 但是那些都他說的話 沒有啦 你知道這個標題會殺人 所以你今天在說話的時候 要謹言慎行 第一點你今天換什麼 你一個醫生 去電視上接受訪問 你公開討論一個病情 第一點站在一個醫師 你就失格了 那不是這樣 對不對 對 而且你在上面討論病情 你就洩漏人家病人的隱私了 這你就失格了 對不對 你今天 今天那個 尤其你說你是阿扁醫療小組的人 那麼過去 你說他是假 那你過去你有沒有聯合在騙大家 那這個這個你又怎麼講 那你當然你說阿這個 阿他就他假 假這句話說出來 當然人家用放大鏡來檢驗你這句話 那你事後再多的解釋 人家都聽不下去了 是不是啊 你跟人家說假 你不能夠 我們最常講的一句話 你在大街上打人 在小巷道歉 在大街上你跟人家說假 那小街說沒有啦 那些是甚麼行 那些有的沒有 那人要聽下去 所以這個口誤也好 這簡單說就是 你到現在到底在 在每天在講 你明知道 你會講錯話 明知道你容易口誤 阿你的幕僚也好 是不是你更應該謹言盛行 阿結果不是阿 你每天都有一個新聞 他現在更加大條 他現在自己也不知道怎麼 我相信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 怎麼怎麼 怎麼怎麼 而且現在在聽我們節目 你還是台北市民 你跟他說 都常常看我們的科市長的新聞 可是這跟我們大眾的問題 有甚麼關係 就是說 過去市場 你市場做得好 我們可以拿出來檢討 但是現在市場 我們都常常因為講話 會這個關係 阿他現在講一下 人家又去訪問 阿你現在又是一個 然後大家又丟出來了 而且你知道嗎 他日前還接受 英國的金融時報的專訪 他自己也真有自信 他說他不是我的話 大眾媒體不可能 在夜裡面工作 因為每一個電視台 都在討論柯文哲 而且還強調 生命是苦海 為什麼要折磨別人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要盡量讓大家開心 所以柯市長是不敢說 他每天這樣 摸一下摸一下 說一下話 無關是有意無心的 大家都覺得很喜歡報導他 所以就是說 他每天面對 這也屬性 很多媒體喜歡去訪問他 你看看 尤其最近就來 行政院也好 總統府也好 幾乎現在台灣 台灣 台灣 所有的版面 我通話說 台灣全國 所有的版面 都是每天都是柯市長 是 他今天接受了一個訪問 講錯了一句話 今天所有的 晚上的政論節目 都在討論他這句話 是 所以無心之中 我根本就得意忘心 他根本就忘了 忘了他自己是誰了嘛 所以你說這樣子的人 他沒有未來的一個大位的考量嗎 你看人氣這麼旺對不對 而且你看他這樣 他才會收斂 不會吧 至國安會之後 到現在說阿扁有裝病說 這讓大家覺得真的很傻眼 所以他每天就拋出一個議題出來 我們以前過期 國安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 大家都說這個講稿 到現在 有沒有送 送國安會 他就是摸摸投算 他到現在 還講不清楚 到今天為止 早上 早上的那個 市政專案報告 議員在問這個問題 包括我本來 還問這個問題 他到現在還講不清楚 他說兩方都沒有說謊 哪有兩方都沒有說謊 一定會有一個人說謊 不是你柯文哲 說謊 不然就是國安會說謊 結果他說今天都沒有 兩方都沒有錯 他想要這樣子含糊帶過去 是啊 他希望這件事情就算 你這個 到底是怎麼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等一下 他以為你都說 卡小這兩年 他是我們的市長 敢做不敢當你 到底有沒有送給總統府 或國安會 我們說不管是總統府 要有國安會 你總是有一個 有一個對口 你說你有送去講稿 你有送去 你就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有你送給誰 你就說出來 沒有你就多欠 好 他有說過 做市長這是要學習的 第一年真的是黑白做 你好像做了也不太好 第三年可能可以了解一些狀況 那 so far到現在 因為議員已經第二屆了 其實上次經過郝龍斌 到現在 你得柯市長打幾分 那我 我來打 你現在因為最近的事 嚴重就是你的情勢 你就大概說真的 我們持平來講 就是說他每天嗡嗡嗡 每天真性情 現在變成說是白賊力量 柯市長 你覺得他目前為止 這個 我們在說 每天 他在說一些 說一些那些有的 沒有是完全不及格 是 但是如果站在市政建設的話 他現在在東區門戶計畫 包括南港地固 他在開發這個 要開發整體的這個開發東區 包括三鐵公共 因為南港那裡有三鐵公共 是 他現在積極在推動這個 南港新的東區的這個計畫 對 這個受到地方是很多的好評 這一點我們必須要肯定 我那天搭小 在市政建設我們必須要肯定 對我那天搭小黃 那個計程車司機說 他覺得那個西區門戶也很好 西區門戶計畫工已經 這是一個亮點 對 那接下來他 因為過去東區 東區東區 其實講的是新一計畫區 對 那麼現在東區東區 他想要把它延伸到 這個南港地區 包括這個都根 包括再造 包括這個怎麼樣整體來規劃 欸 這段市政 這個在 在我們南港地區 你對這個政策 是非常的肯定 你希望他能夠繼續再延續 是 但是我們現在通行說 欸 你這像你現在的消費 又繼續聯絡 那你會聯絡 還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你又希望他在延續的藝術 延下之有一點 希望他可以連任 再繼續做下去吧 因為出去一半 不能說什麼 什麼西湖換人做 這樣嘛 所以 貴黨也要退派人嗎 如果看這個版 誰 不退派人很多 你們很基本的 始終的支持者 說啊 對不對 一個柯市長在那裡什麼 可是你看他 40歲一下 他民調是很高 欸 所以你們現在要怎麼樣 你們現在的困難點就是 說 沒辦法掌控他的嘴 可是呢 你們自己又沒有人選 不是 目前當然 有民進黨 有 這洪林 這洪林 實在是講到一個痛點 不好意思 有人選 但是喔 要拿出來說 自己人可以比拼一下 可以對抗一下 你不要讓柯屁說 躺著選的 這樣的人選還沒有 你會了解民進黨 這些選民來說 基礎基本的 尤其在東莞的選情 其實目前來講 當然大家年紀上 都差不多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這個年齡階層 所以這些人 現在對柯批 是非常反彈 你走得到 走得到 我 我素素 可能講的也許 也不太科技 但是最貼切 如果我們今天走得到 大家是說 再三交代說 我們民進黨 不要去看誰 絕對要給你殺人出來 這一點 對所有的民進黨 這些傳統的支持者來講 大家是非常群情激憤 都堅持我們台北市 必須要提出自己的人權 是 但我也可以 將這個聲音來歡迎給我們中央 就是說 我們地方上 有這樣的訴求 我們現在傳統的支持者 民進黨 支持民進黨 死中的支持 他們堅決反對 反對說 繼續履爛科技 他們認為 不要再讓科技 找到民進黨 一定要自己殺人出來 就是說要有棄票 我們輸 我們也要輸 要吃公園就對了 重點 到底民進黨有人嗎 是 所以你要喝過期的奶 還是要喝毒奶 我覺得國民黨是毒奶 然後那個 這個 柯文哲很像過期的牛奶 所以怎麼辦 所以 因為時間又很長 所以 所以還留下茶 看是這樣子嗎 嗯 我想我們不要說 留校茶看 我們繼續觀察一下 因為你會 我今天不是要禮讓他 我們要留下他茶看 是 我覺得這段期間 民進黨可以好好的思考 我們好法 到底我們的認算 也許中央 有更貼切的 更適切的人 我看真的是 還是說未來 這半年來 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是9月到明年選舉 其實 其實有時候 往往 最後這個人選 都半年前在浮現 也有可能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做最後的思考 那如果這段期間 在各方面的表現都非常優秀 那我們的內閣也好 我們的中央也好 有適當的人選 那其實 我覺得任何都 任何可能性都不排除 是 所以 不怪真的 我們的柯市長 可以這樣 他現在說 他一定這個會社 他要做他自己 他不要再委屈 可能2014 也可以委屈 你現在 對不對 你當然也希望你不要推人 但是他不能夠說 因為你不能推人 然後你們就限制他 說你那個也不行 你那個也不行 那他也不行 那他剛剛說 我就是看著問題 我就抓手 我就說而已 你不能來前置我的思想 我本來就是要怎麼說 所以你民進黨不能這樣 如果是說 到達資料有缺點還是怎樣 可能他也要批評也是可以 有很多人說 啊什麼他打前瞻啊 然後他又說 他又說很多 什麼對民進黨不利 其實沒有啦 我覺得應該說 要想說愛之身則自決 你到現在一提出來的問題 難道不是這樣嗎 大家要了解 過去可以讓他 第一是素人 一張牌子來參選 第二 簡單說 大家知道民進黨在台北市的選舉 台北市的選舉民進黨 一般來說 提出零選是不可能會贏 跟大家說 過去 這些選民 可避機會 其實就是 沒有願意 國民黨又繼續進行 我想這是最大的一個訴求 當然 未來我們也是希望 其實我們如果沒有願意 看到國民黨又繼續 讓他繼續拿回來台北市的這個政權 所以我們今天對他 其實民進黨貴他再三的理浪 我們不敢說龍人 就是說在 但是我覺得 理浪也好龍人也好 總會有一個極限 如果這個 按照目前再繼續發展一下 如果 如果按照 如果 現在目前為止 是民進黨絕對要三萬 這是台大多數 民進黨這些 會心想 但是未來 心想 我覺得 我們還是值得觀察一下 好 那議員 既然講到 你剛剛已經講到說 很多死中的支持者 他們當然是說 希望說 我們台北市的市場 大概也推派人選 那現在問你一個 比較敏感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阿扁的問題 要設明 設明阿扁的問題 因為在全代會 事實上 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就 沒有下文了 你們現在也是一樣 雖然你們 包括高雄議員 蕭議員 我們不是在逼公 我們這只是連署 全國大多數的民意代表 可能也代表 反映很多的民意 他們覺得說 要特色阿扁這個問題 可是阿扁這個問題 真的你說是政治的問題 還是法律的問題 甚至他又講到說 阿扁他的公憲 遠大於他犯的錯誤 其實很多人不認同這句話 還有阿扁 留給民進黨的資產 也遠遠大過於負債 更多人不認同 所以咧 你們是覺得票太多 是嗎 大家說為了5% 真的自己說 一個怎樣 自己去得罪了30%的選民 會不會這樣子 我想阿扁的特色問題 其實當然 當然 在司法上 我們一直說是司法案件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認為其實他就是政治案件 用司法包裝的一個政治案件 因為他在審理的過程 確實有非常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沒有要利用阿扁這個事件 去解決司法的問題 先 沒有 你再去 再去 再去用司法的問題 再來開店 再來像其實 這個時候 分分分老老 其實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是 我們今天是來領域 所以說 小英總統 如果政治案件 其實就是政治解決 那小英總統在 那政治解決的話 如果小英今天到做出一個特色的決定 對 那其實可以減輕 解決很多的分分老老 那所以小英總統 他在丟讀什麼 可以 可以減輕很多司法上的一些資源 不用再浪費那些資源再去 簡直說 這一開始就不公平了 包括中途犯法官 先壓後審 包括做偽政的這些事件 其實就構成了一個政治要件 政治案件 政治事件 非單純的法律事件 司法事件 對 可是也有人講說 好像這個事情 不是說現在就可以迫切來解決 好像要交給時間 有的人覺得現在這些實際點不對 不過好像對於說真的支持阿扁的人來講 他們都覺得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 那這該怎麼辦阿 如果要講特色我認為 為了是越早處理越好 是 越早處理好 你拖得越不越越選擇 反而又變成 民進黨也好 又變成小英的一個燙手山魚 你不如 其實是去年是最好的時機阿 你都動算 就就將這些分分老老一切放下 那你如果說 你現在你說 那個古年 你自己認為說 這社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阿 那所以今年發動這樣子連署 其實就是希望 這個更多的黨代表 因為 黨代表他們在 在黨部透過黨 呃 黨代表大會 做成這樣子的決議 那無形之中也分擔了 這個 黨主席的責任 通常由黨部共同來承擔 所以我們 等於說 我們發動這樣子連署 希望能夠 用黨代 黨做成決議 那要求 黨主席來執行 當然他沒有這個權力 必須是總統 其實 董主席就是總統嘛 當然他說 不是以黨領政 其實你過去 過去很多政策上 不是以黨領政 其實 無形中其實也是 黨政合一嘛 其實 過去 為什麼會設計成 主席 要兼黨主席 要兼黨主席 就是希望黨政合一嘛 所以今天不能說 單純的一個 阿扁的事件就是 就是這個 不是以黨領政 面對阿扁的事件 就不是以黨領政 面對其他的議題的時候 那是黨政合一 我想你如果可以 今天兩者來處理阿扁的事件 讓這件事情 及早落幕 對這個社會和諧 對民進黨 未曾不是一種 解決的方式 是 好 所以呢我覺得小英總統的 抗壓性也還蠻高的 今天我們來節目當中 這位特別來賓 是我們台北市議員 情義守護的 我們的內湖南港區 我們的江志明議員 和現在先讓大家 感謝 感謝我們的節目 同樣來討論其他議題 謝謝 有氧才會健康 一整部分 來討論其他議題 謝謝 請大家 813 3402 813 3402 妈妈 是不是要去医院看爷爷啊 你在煮什么 我在清蒸海红雕跟煮卵漫汤啊 你不是不会煮东西吗 放心 你看 这个肉麻已经切一块一块好了 我只要把里面的药膳包 一起放下去煮就可以咯 还有这个海红雕 里面也附了特制的干线路 只要放点电锅吹都可以了啦 台湾卵漫 海红雕 被人保险用心 以那成长补充营养 0800-893-893 This is Happy Taiwan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our show We have Angel and a guest from AIT Our topics will include Tourism, Culture and Education 国际竞争的年代 认识多元文化 能提升更像合作优势 美国在台协会与快乐联博网 合作Happy Taiwan节目 由AIT官员们 与主持人Angel 带领大家一起认识美国的观光 人文 教育等各项资讯 欢迎每周日上午八点 锁定收听快乐联博网 We hope you enjoy our show 月到中秋分外明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祝福所有快乐联博网的听众朋友们 何家团圆心想事成 我是新北市公务局局长朱涕之 中秋节快乐 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全家幸福和气满堂 度中秋 轻轻松松 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快乐年报忙 让你快乐的台湾 无限精彩的故事 每天都自由主宰 无缓无路 Happy Everyday 来 再回来我们的这边现场 这边时间是中大12点42分 我是红林 今天我们这边当中来这位特别来宾 台北市现任的议员 我们内湖南港区 永远情义守护 有情有义的就是我们的工志明 工议员 说到阿兵的事情 很多人是这样面试也背买你 是啊 确实是 确实过去大家对阿兵 让我们感情 所以我希望 实际不是说社会3%5% 其实很多人也认为 其实鬼也鬼有狗了 应该给阿扁特色 其实给她的自由 给她的自由 可以当去 趴趴走 可以当去防御 其实这些也是很多人 他们的 对阿扁的不舍 是 好 那我先请问一下议员 议员当明代 公探北的阿扁有很大吗 做明代当然压力非常大 因为你看在上个礼拜 发生这个理性议员的事件 其实很多人就想到说 明代 其实看起来 哦 大家议员议员 好像光鲜亮丽 好像也很有看 带民众来资议员一些市场 但是实际上 那压力很大 对 这要怎么来 譬如说你们看到民众 也不可能给民众 来吐苦水 有时候做得好不好 现在大家拿放大镜再看 所以说理性议员 基本上你没感觉 对不对 你对他的看法是什么 对他的看法是这样 你也没感动 没感动 他当然 当然是一个 在 在 在议场上 算是大个型的 可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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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底下 但是我跟他的 跟他的关系 你要说 当然 在问证这个没问题 但是在意识形态 当然天朗之别 这是 他的主题 跟他的主题 是绝对没问题 但是我认为 他还是值得敬重的人 譬如说他在 虽然他在 他在 他在 直询 是 很凶 直询就怕 人 人不是来闹 人是言之有误 确实是针对市政在监督 这一点是 就是 就事论事的 这一点是值得 我们敬佩的 是 那你说 这个压力 当民态 压力 但是我经常在说 欢迎做 也不受 比方 要选去这条路 是我们自己算的 你既然 进了厨房 就不要怕热 像我刚才 你刚才也没有听 刚才 刚才 刚才节目 刚才开始 座路而已 参名后母的电路就来 这边 你会处理什么事 你会处理什么事 这当美面对 种种 合理跟不合理的 选民夫 这种压力 确实真的难免的 所以说 你觉得 我们有 亚斯伯格 真的科市长 他的承受压力的 这个能力到哪里 我看他最近 真的还蛮任性的 对吧 一个换了 一个警察局长 他也可以不见 这个新的 这个局长 但现在也比较好了 你看人家 那个 叶俊荣 内政部长 对不 要跟他说 他也会这样 你可以说 他好帅真 但事实上 他好像真的 就没有一般的 我们说 人情世俗 你记者也是 他没有 他就真的说 不见都不见 或者是说 对对对 他要在忍耐当中 等等 你看一下 你要率真而为 事实上明代 可以这样吗 这我感觉 个人的EQ 当然不是个人EQ 我觉得他不要再提 亚斯伯格症 来的欺骗社会 我想经过了 这段时间以后 你绝对不是一个 单纯亚斯伯格症的患者 你种种讲话的那种 根本 我相信 我们不要再说 我不太认为 他已经 你觉得不能够 再拿这个当借口了 不能够再说 我是一个亚斯伯格症的人 所以我就应该 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再拿这个当借口了 因为很多事情的敬明 你有时候就是在说谎 就是两个 很多事情 你都自己都根本 就讲不清楚 那么一开始 从一开始 一开卸旋 大家认为 这种政治人物 是大家所喜爱的 年轻人 没做做 想到什么 讲什么 大家非常喜爱 那到了今天 为什么他民调 不断地下降 为什么这么多 传统知识 我非常地讨厌他 有时候你说一遍 你用到北餐 比达到北餐的意外 有时候你说的 他又讲咬咬咬嘛 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 说民进党 现在大家对你这 甘胆 说 很脆 你给我看这一期的 信息文周刊 人家在封面下 说科匹好见 但是民进党也犯见 他吃咬咬咬 你也都知道 但是你们就没法度 也要给他吃咬咬咬 所以民进党 现在不能犯见 你现在吃咬咬咬 我们现在要 没有让你吃咬咬咬 好 前天人家真的所有的 这些签馆全部换完毕了 请議員跟我们感觉这是真的还是假 真的全部都换完了 而且他最后的那一段签馆会送到 那个自来水博物馆去 所以我们现在台北市民所有的都不会 有在这个喝到签水的问题 这个真的蛮有效率的 没有详细的数据 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是 没走着 因为他在市政的建设方面确实 他这汪汪汪店家 在某些建设上其实他是非常 有效率的 所以很多我刚才在讲过 很多事情建设我们不可以否认 不可以否定 包括他所 他要推动的一些政策 当然有些政治性太敏感 太重 他现在执行力上 其实是有感受到进步 包括我们在会坎 包括一些这个卫生下水道 也慢慢的都其实 很多在执行 速度也都蛮快速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 面对一些中大的议题 他在说的 说话都没算话 到底大巨蛋 要怎么 大家信事担当 你咬表 到底要怎么许位 也说不清楚 过去你跟他们说 你绝对不会被 绝对跟中共 你以前要怎么对共中共 结果证明 你也都好社会 去到那里挨了人家一起 对不对 我们过去说 他以前要去双城论坛 之前我们在山跟你说 你不能去 去人会给你挨话 你不能去 他说不会 他绝对会坚守底线 去到那里面 你也是两爱一家亲 两爱命中 共同体 全你嘴巴讲出来 床头潮 对不对 所以人认为 你现在不是白菜 你现在又床头潮了 是不是这样 是所以说 所以到底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的政治性格是什么 现在简单说 现在没人看见 柯次长有讲 他说明年 他的竞选主轴是进步的价值 那他也觉得说 要在两岸之间扮演的是一个 就是不然你们两边都要那么僵 你们这样子 只有他能够去跟他们 哈哈有一点好像这样子 就是这样化解这个 这不能这样在那里 对不对 他刚才说你们现在都这样不OK 他是不是觉得说他可以 但事实上好像一个台北市长 也不至于说 你这样要什么 凸显你的高度是不是 我们要了解 现在的政党问题 如果马英九 过去交案最密集 最热络 那为什么 那如果他做得那么好 继续让他执政 继续让国民党执政就好 那为什么要政党认定 就简单说 大家厌倦了一位的寝宗嘛 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是 你能够跟 你今天 你会等到对岸交流 那如果是因为要 要矮化台湾 或是作建自己 那这种交流 我今天 我今天已经鼓退出地方嘛 如果去 要遭受到矮化 如果我们因为双城论坛之下 所办的体育活动 文化交流活动 都要被矮化 那双城论坛就不要办了 双城论坛不办又怎么样 你还是可以去 你也可以去 买问方问 你也可以去 上海交流 你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去 各城市去访问 不用 不用这种论坛 这种论坛一千的 被网路 台湾就要配合你 怎么交流 那被这个框架 被这个框架 框住以后 他出处给你穿小鞋 出处给你矮化 那他觉得你们民进党 太喜欢着重在这个 文字上的琢磨了 事实上 他说他是228的家属 他被抹红 是像话吗 这是很可笑 他这样说辞 所以他为什么会被抹红 我觉得这不是社会国家在抹红 包括说今天有个人 有一个议员 说你最近经常在抹红 一个国民党的议员 送你一趟白色的油漆 说你可比了 你拆拆就拔了 我说你的核心价值 你的关联 你再十趟油漆 你也拆不拔了 过去你白色的油漆 当然会不会 因为你就是处处的 堵到中间就矮了一截 那宜员 你觉得现在柯市长 是什么颜色 你觉得他现在是什么颜色 我现在是 我会做色 什么色就有了 不然不利 不然不利 又不全红 我觉得他分在一起 都黑掉了 我觉得他都 我说已经什么色 都说不出 甘谈说问题出 他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好 今天来跟我们说 这些论术 是我们台北市内乎南港 我们的江志明议员 那议员 如果说在你的选区里面 好明年要选举到 你们民进党有 你们民进党的主张 但是你的选民 有的真的很挺科市长 跟你们議員的主张 没同样 就好像说阿兼议员 对吧 他从头到尾 他就是一直很反科的 但是他那个选区 如果要支持他 但是也是支持科市长的 这个会不会有冲突的地方 还是说 那他们要去做 怎么样做一个决定 我想啦 这就是你刚才你说 这也是压力的来源 跟其实这样子讲 这酸苦胸 有的人讨厌 非常讨厌科匹 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科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他如果跟你说 阿兽议员你也这样 你不要对科市长 他严厉 他真的 跟很多讨厌的政客 比起来 他还蛮可爱的科阿伯 但是我今天要来说 我今天还是要讲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论证 江志明在论证 如果今天在 今天爱马科匹 其实是就事论事 绝对不会做一些情绪化 是 绝对不是情绪化 绝对不是说 啊绝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 但是在打个救世都是 不对的事情 我们就要质问你啊 是 对不对 你有讲两岸命运共同理 你有讲你就有讲 你我没来 我好像不记得了 你白财 我们当然要谴责你啊 对不对 双城论坛 我觉得你如果 你版双城论坛 你去梅尼 如果又派一个党工来 那我认为 你上市 这种上市国格 你又建议的版 那你用上市国格 那你这种市场 不要也罢了 如果没办法坚持 台湾的核心这样子 没有办法坚持这种底线 那我认为 那这种市场 该谴责就谴责 那已经两年多来 越来越先出 他的真性情的科市长 你觉得他接下来 会继续谨言顺行吗 他接下来 不会再有惊人之语吗 他我就跟你说 可能控制 所以 他如果 他如果能够 做出一个政治 政治的选择 将军以后 完全都照顾亮 同安全 去到什么场合 讲什么话就好了 今天接受 接受专访 尤其接受 接受 尤其是不友善的 一些电台的专访的时候 色彩非常明显的专访的时候 你更要紧颜盛行 同时大家 以后大家说 只能问这些问题 他都假期了 我都说你要照稿练 那不是科市长的个性 所以我不知道你要改 不知道没再开会 没再出色了 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下一个结论 军队 他叫当中央 军队 军队 可以跟他相抗衡 好不好 民进党 民进党自己也要教育 不要叫他跨岁 对啦 那区别你自己要科学出来 我继续参区别 还是以服务 以服务大家 没有要更 不然的话 对呀 那个这样子 我们在南港内服 这个地方来继续服务 但是我们在面对 在咨询的时候 绝对是就事论事 我们就事论事 其实该谴责就是要谴责 对 到明年你也是第三个 要争取连任 其实我们也知道后辈新秀 包括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我们也知道说如雨后春笋班 我现在大家都知道 要做民意代表 所以有事业的人不用怕 我们继续就把我们的基层 好好好 对吧 继续叫我们的胳膊来走 好 继续情意守护 希望我们的听传表 也继续跟我们港府区 我们的江志明议员 给他支持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江议员 那议员在中秋节的前夕 是不是也跟大家注重一下 祝明真的要祝我们空中的好朋友 大家加决愉快 和家平安 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天天都能够有很年轻的feel 然后继续监督市政 然后继续努力的 为您来服务 就是我们的江志明议员 感谢期晚 好 阿兰阿会 恐惧再会了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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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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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